白天突然变成黑夜之谜 在晴朗的白天 突然间出现了一段时间的黑暗 它既不是日食 也不是发生在龙剪风之前 而是趋劲性的暂时情况 这种现象在中国曾多次发生 1944年秋天的一个下午 在我国辽宁省班级境内 晴朗的天空突然一片漆黑 伸手不见五指 天好像要塌下来似的 人们惊慌失措呼天喊地 大约一个小时后又恢复了光明 人们才渐渐地平静下来 青岛也曾出现过白天突降夜幕的奇特现象 一天上午11时 阳光高照的天空渐暗 阴云密布 至十二时左右 黑云压顶 天地间一团漆黑 风雨交加 电闪雷鸣 众多行人措手不及 纷纷避网沿街店铺 街上顿时万家灯火 路灯齐放 过往车辆车灯大开 这一现象持续了半个多小时 据当时人们回忆说 在这种白天里突然出现黑暗之前 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现象 都是突然发生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天象呢 至今 科学家们众说纷纭 有的说是与火山爆发有关 有的说很可能与天外星球来客有关 他们从地球上穿过 又悄悄而去 形成地球上某些地方暂时的黑暗 到目前为止 对于这种天象奇观 还没有合理的答案 只能期待科学家们 进一步研究探讨 并最终弄清这种天象奇观 形成的原因 新疆阿尔金山大断层 是引起中外专家和学者 极大兴趣的地方 频发较多的大地震 然而 阿尔金山区域 既在于历史的地震记录 却寥寥无几 是什么原因 使这条因大地震而造成的断裂带 在以后的变迁中 很少有地震在这里发生 相反地震 却活跃于它以北的 其他广阔地区 以至阿尔泰山区呢 另外 还有个现象 1906年 马纳斯县境内 发生了八级地震 比起同级其他地区的地震带 其震中烈度 受震面积 破坏程度 都较小或低得多 并且 竟没有发现地震断层 这在新疆地震史上 也是一个有待机式的谜